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微声音顶呱呱 微声音够香啊 无能整个爱听啊 微声音拿点的 那些拿回血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每周四跟您见面的微声音 我是谢欣 我是许诚 微声音is very very good 你前面这么多方言就没有英格来试 英语不是方言 但是可以读出方言 什么时候给大家把那首歌再来放一下 就是那个好汉歌有英文版的 是吧 比哥River 对对对 伊斯特 就是那个 好 跟大家先来 还是很严肃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目前那个疫情的状况 这个新冠新州的Delta疫情 感觉这几天是连续 就是前一天 就是会打破之前一天的最高纪录 昨天177个本地新增病例 相比之前一天是增加了一个 同时也看到政府是收紧了多个地区的管制 特别是在中央海岸 蓝山 五轮共和Share Harbor市政府的居民 如果你要是在当地购物 也要尽量想想是不是有必要 如果在当地买不到了 才必须需要去外地的话 那也不可以离家超过10公里 我昨天看到突然把Paramata也列进去了 感觉圣诞就环顾了一下 因为我们俩住得特别近 四周已经成半包围状态了 就是那种感觉 离完全居家办公的日子不远了 但是圣诞并没有表示出 我觉得我能听出你的担忧 对工作的那种忧虑 鱼肚子都焦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因为也看到新州政府把疫情封锁 再延长四周到8月28号了 大家这段时间还是千万千万要注意 毕竟这一波疫情真的是来势汹汹 跟咱前面遇到的不太一样 好 另外我们昨天也看到了 是维州疫情解禁第一天 好多微信圈在维州的朋友 欢欣鼓舞的在盼着这一天 我朋友也是发了他俩儿子 然后在家里后面蹦迪 已经超开心 天哪 都开始蹦迪了 后来也迎来了 那么维州昨天上报了巴黎 本地新增感染病例 另外还有一名新冠检测中心的员工 也在每天统计时间外被确诊了 所以依然说虽然哪怕是解封了 不可大意 不可大意 南澳也是部分解禁了 现在孩子们都在家里待着呢 几家欢喜 几家丑啊 孩子在家里就是有很多家长朋友说 哎呀 赶快让老师们去头疼吧 别在家里让家长头疼了 声南怎么样 最近娃在家里面 哎呀 感觉虽然说没有在家办公 觉得是省点事 但是经常有时候家里这个火气 灵的起床气实在是太大了 经常会造成直播事故 不知道这个耳机能听众有没有听到 经常会听到后边有这种愤怒的杂门声 所以说还是跑到台里边工作 能够保证节目播出质量 但是小朋友有时候说到起床气 就是有时候看特别白天 好像早上起床还好得午觉 你在幼儿园有没有睡过午觉 我觉得我记得以前小时候 我基本上不睡午觉 你是怎么做到睡得这么好 还能长这么高的呢 是吗 会有影响 我睡眠肯定要影响身高呢 天哪 我错过了就是篮球国家队的入选 如果你睡了午觉没准还得高 我每天中午我都睡午觉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来说 其实小朋友都有个状态 就是以前我们睡午觉的时候 阿姨都怕阿姨嘛 阿姨说睡觉了 然后躺小床上 那个时候就觉得 哎呀 真的不想睡午觉 一般小朋友都想玩嘛 哎 那么多玩具 有时候幼儿园的班上会随时更换玩具 还有书啊 还想跟小朋友一起玩呢 老师眼睛等 睡觉 然后躺上面 他觉得我睡不着 其实很快就睡着了 睡着等了 下午老师要叫起来 一般叫起来叫吃点水果 喝点牛奶 我那个时候被叫起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崩溃啊 那个时候就起床气 然后起晚上再看 啥 都吃完了 哎呀 不干了 不干了 气死了 这很符合我啊 然后真的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起床气还是蛮大的 就是午觉的时候 但家里确实有孩子 真的比较头大 那你们家 因为现在是俩 不 我们家那孩子 可是不睡觉 就是困扰 他睡午觉吗 不不 连幼儿园阿姨都困扰了 就说你们家孩子不睡午觉 就说我们就指望着 就大家孩子们都睡午觉的时候 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结果你孩子不睡午觉 后来为了这个事以后都 你说遗传的 你看像我们就说都还没有上课呢 就已经被就是家长提前给 就是被阿姨给约去谈话 已经是要解决你孩子睡午觉的问题 你敢说遗传没办法 我那会儿当年也是不睡的 确实睡午觉不过给人是一个充电 可能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 当年就是在像我们 咱俩都是大厂矿子弟 中午都有回去 你们有没有睡午觉 特别滑玩 上班就是离你 就是离住家 包括上学都很近 每天就是从厂区 或者是这个工作区域到 就还得远一点的有班车 然后接回家 中午还回去烧个饭吃 对吧 有没有食堂带点回去 然后睡午觉 下午广播一小再去上班 我先想起来 为什么我上中学也不睡午觉 那是因为中午的时候 我都自愿留在教室里边要自习 就是我记得当机的最清楚 你知道就是那个数学 那个数学作业是数学老师 上午就已经提前布置给课代表了 然后课代表一般是在下午两节课之后 才会往黑板上写 但我就要提前做 然后我就是我为了请他 把这个就是题目提前告诉我说 下午的时候这个题目 我来帮你抄在黑板上 天哪 保送是有原因的 不是 我是觉得你应该感谢同学们的布杀直 你要遇到我这样的同学 我老早把你弄个死了 我跟你说 别跟他玩 太讨厌了 学不够的那种学好 天哪 我从来 我人生都没有 我希望到老了 最后走的那天 都不要有这样的状态 真的每天你知道 那种睡到 你都不睡午觉 你体会不到 你要睡到一半被家长叫起来 就之前睡之前是闹了 坚决不睡 然后叫一叫起来的时候 然后爸妈把你拎起来 夏天的时候最爽 然后洗铺冷水点 然后会给你看 那个时候还没有冰箱 很早之前 我们条件没有那么好 就看那个大水盆里面 泡了一个西瓜 还漂了几个番茄和黄瓜 看 待会放学回来 我就泡到冷水里可以吃 那个时候洗发脸 你需要走到学校的时候 走着第一次行 因为人是昏的 挂个钥匙在脖子上 背这个书包 两个眼睛就是雌吐 眼迷离 晃晃晃晃到学校 走不了直线的 然后去到教室里一看 教室里的 我们那个时候有电风扇 就开的特别大 一教室都跟着 吸了大烟的一样 每一个人都是烟 就在吃个西瓜而已 自己忘了 就是下午上课 其实天热的时候 真的很残忍的 对 跟大家聊了 就是分享了一下 然后上个前几天 我把第二针打了 盛南今天要打第二针呢 要是我第二天 就是明天早上 没有来上早班的话 你多担待 我肯定是第二针反应太大 然后我就睡过去了 台长希望 这个时候再听节目 这就是那个 刚才那个 作业做不够的 那个人 学不够的人吗 不是 我觉得你不是 我觉得你是最后一口气 他爬起来 话筒抢外 我还要主持最后一期 但是我告诉你 第二针打的确实 我当然说 我刚刚跟一个 那个疫苗不良反应监测员 做了一个采访 但是我发现 我也是没有正常反应 打完了以后 一身的肌肉酸痛 但是我做准备比较好 打完了以后呢 第一个没有什么惧怕 心里的这种 给自己没有什么铺垫 打完后使劲喝水 然后我一直跟你说 买点Panadol 背到家里面 然后可以拒绝一切家务 一定要拒绝一切家务 然后我那一天回家了以后 确实当天打没感觉 掉下来起来 整个胳膊 还是跟第一次一样 就酸疼 我不知道你第一次 有没有酸疼 据说但有人也没有 完全没有感觉 我打完第一针以后 然后回去以后 我太太说你确定 你是打了新冠疫苗 你不是打了鸡血吗 然后我就特别亢奋 然后就 但是下午马上就死过去 你还记得呢 当然 你学霸过目不忘 我只能过耳不忘 我估摸着是还没 还够跟那故事 护士小姐姐没说 还能碰到她吗 不知道 上她几号来 她胸盘 叫什么名字 打电话先月月 对 妮娜 我可以给你约另外一种 然后打完了回去会很亢奋 对不对 今天第二针打完了以后 希望你依然还能够亢奋 说明你没有胳膊痛 然后第二针以后 我跟你说 我的那个肌肉 浑身肌肉酸疼 然后我就知道 就开始吃panadol 躺在床上 然后呢 我就在床上不动了 然后我就让我们家 行走的卡路里 我说真的 今天 我说真的 也许待会会发烧 我现在做 我也许待会会发烧 但是现在浑身酸疼 我说我必须去躺着 卧床休息 快快快去 然后我接下来说 我今天肯定没法洗碗 别别别洗碗 我说今天饭 我也做不了了 不用不用不用 你去休息吧 然后他 一会儿他过来问一下 还难受吗 其实我那会儿 正在玩手机 我赶快把手机 塞在背着里 很不舒服 然后接下来问 今天洗澡总办呢 什么 洗澡总办 我是打针之前 当天上午先洗了 你没瞄我的意思 好吧 哎呀 你这小护士 这期间还没过 然后那个 然后他说 然后他说的 那怎么办 我说我只需要安静的躺着 然后我就听他走到走廊上 对两个小的说 你们不许制造噪音 妈妈很累 再休息 然后心里说 赶快又掏出手机来 再玩两把 然后当天我跟你说 真的 打两次针 享受两次坐月子的待遇 这是一种战略撤退 战术上的撤退 我会把今天的节目录音 然后转发给你们家 星头的卡路里 你都没他威信 最关键的是你知道 他不用威信 他压根连微信 都没有的一个 那我就只能用最基本的方式 飞鸽传书了 直接到他们家 那个桌子上 好吧 我马上举报 你不违反了居家令 我跟你说 鸽子不算 但是确实 要注意好休息 我一直给盛男在说 多喝水 然后不要累着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仗着自己年轻 一个小伙子 他完了以后 他说 星姐 我打完了 没有毛感觉 我说我当天打完 也没有毛感觉 我决定把游泳池也刷了 决定把草除了 第二天告诉我 我发烧了 No door no door 那打完第二针 你确定 我真的可以来上早班吗 你不是在家里吗 星球 要早起 难道不需要休息吗 我觉得像学霸 这种是学不够 抢着学一定没问题 那我得多二这份工作 领导 你听到了吗 我就相信了 我们做了这么多铺垫 相信领导已经听到了 经理们都听到了 然后他们都伸出了大拇指 给屈诗男点赞 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好 跟大家聊了这么久 那也祝你今天打第二针 愉快 关键我祝你能再次遇到 那个护士小姐姐 谢谢 这才是真心的祝福 对对对 因为你起码很放松 遇到老熟人了 就是精神上放松 然后你就不会太那个 然后平稳的打完第二针 回家以后 躺平 吃 然后告诉你们家太太说 真的 血腥以他的前车之间 还有包括医生都说 今天啥都不能做 我今天不能洗澡了 对对 今天暂时撤退 好 那我们再来 好 聊完了神兽 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 也包括这个 HBS的新闻也分享完了 我觉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网易视频 因为聊了神兽 我们就从这开始 把我笑的 好 云南韶通的一个小 韶通 韶通 韶 小韶 小韶 对对 小韶 你看一看 啥医师小韶 你就知道 其实小韶也是我最小 我非常喜欢的 我非常喜欢的姑娘 对 大家忘了 倚天屠龙鸡当中的小招 是不是 哎呀 已经瘦了 又吵极了 你 一切禁在不天中 一个小男孩 在超市练习 剥鸡蛋的视频 引起了众多网友关注 为啥在超市剥鸡蛋 剥皮蛋 其实剥皮蛋 然后一个小男孩 和妈妈一起逛超市 结果就趁妈妈 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的就躲在角落里边 练习剥皮蛋 他们也有的叫变蛋 皮蛋好多叫发 变蛋 叫变蛋 就是那个包蛋 四川叫包蛋 有的地方叫皮蛋 有的地方叫松花蛋 有的叫变蛋 就是剥开里面 有松花的那个 你爱吃吗 爱吃 但是不敢多吃 有无签的 我给你推荐一下 好吃的 把那个青辣椒 在火上烤熟了以后 切碎吧 跟这个皮蛋拌在一起 太好吃 好 咽下口语 往下接着说 然后偷偷的在那 剥皮蛋 然后画面太快了 大概一数 一共是剥了有25个 然后小朋友妈妈看见 这个满地蛋壳 当场就蒙了 最后只能很无奈的 把被剥壳的皮蛋 就都给买走了 其实你去看那个视频里面 那个蛋剥的特别好 你剥过没有 那个很不好剥的 是吗 对 因为你如果用力一敲 里面的那个 它的那个蛋白 凝固了以后 像松花一样透明的 就特别嫩粉 就你有时候稍微用了 你它就扣破了 天哪 特别难剥 那我以前剥的那么好剥 是不是签特别都特别硬 所以说 你想到什么去了 你自己剥的 我还以为家里面 一般奶奶 这些都剥好了 我好像吃过那种 就是真的打开包装以后 那个皮蛋上面 还有那种像草 松花 像草的一样的那种 有没有就是图案 那个就是松花 就真的还包着草 有有有 我跟你说变蛋有好几种 有那种包石灰的 包草木灰的 对对包草草的 还有就是用黄泥巴的 黄泥巴就有草 它就给你裹着 有好几种做出来的 对它最后 然后你剥开了 那个蛋壳以后 它上面如果你剥的很完整 我小时候就是强迫症 就生怕把它剥破了 你就觉得不完美了 剥完了以后 你看它亮晶晶的 然后上面有那种松花 然后里面的蛋黄 有两种状态 有的去 汤芯的 哎呀 我跟你说汤芯是最OK的 你会吃吃的 我就说那种是汤芯的 看我们不仅可以搭档做节目 还可以搭档一起吃皮蛋 我就想知道 我拿着我之前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以前给西人朋友推荐过 吓坏呢 他想这个臭了多久 他们说的这是魔鬼的蛋 Divus Egg 他们教导 看上去是有点 这是什么鬼 然后就吓到了 哇天哪 漆黑的一个 然后你看他剥的特别好 那小朋友 这绝对是技术 居然没有扣破的 而且关键他妈就挑菜 那么一会儿会儿功夫 他就剥了25个出来 这是个干活的人 不过如果是你孩子 这样你会生气吗 得看他剥的蛋多少钱 没打折你我剥的 真的是打着你我剥 没打着你也剥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 咱不能搭档那么久 就是那种有一种天生的 由内而外的小市民的气质 让我们终于走到一起 别拉我下水 谁呀 真的是 我告诉你 这两天前几天 扣死的鸭子打折 打得好厉害 做烧鸭的时候 一般上我不告诉他 好好笑 来来来继续说蛋 好 继续说蛋 说什么蛋 河北宝 这下说孔雀蛋了 高雄好 真的是孔雀蛋 真的 河北宝定 一名男子从某平台 购买了十个孔雀种蛋 然后寄回家 孵化二十多天之后 终于破壳出了 男子满心欢喜 一看之后傻的眼 这个保温箱里 孵出来的是四只小鸭子 这个嘴 这个嘴还能够看得出来 小鸡 不不 是小鸭子 这个区别是蛮大的 也许是白天鹅呢 丑小鸭被白天鹅呢 那也不行 那这个天鹅 还是比孔雀便宜那些 一个水里有一个天鹅 对 还是便宜那些 难道他开始在想 孔雀小说是这样子吗 天呐 见到别人嘴以后 还没自己摸过来吗 他过来去找拜家理论 好吧 那也不可能 那蝙蝠很多人还分不清楚 是到底是不是鸟呢 然后卖家 别笑了 这个梗 大家是猜不到的 我觉得有时候有一点 这个小小的这种乐趣也挺好 这个男子就找卖家理论 卖家却突然消失了 他就是个卖鸭子的 其实 我是卖北京烤鸭的 对 你又说你卖天鹅 还忽悠了过去 最起码在鸭子长天鹅 这几年 还忽悠几年 你说卖孔雀 一破坑而出 然后就楼下了 光看嘴也知道了 就是 光看一张嘴也都知道 然后这个平台 最后还是找到这些 上家几予的严厉的处罚 就想到 其实说的 但是男 小时候看过那个 天书传奇们的动画 对对对 诞生 但是这个动画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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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猥琐的一点 只拍了第一部 下集一支 对对对 我都活到这么大把年纪了 我从我上幼儿园 看了到现在 我的孩子都那么大了 我都没有等到 他的下一动 传奇嘛 就是一个传奇 诞生如果到现在 应该儿子也要考大学了 生了个蛋 都应该都孵出来了 来看看前江碗吧 这个挺让人难过 最近浙江杭州 有个儿子 让他家里的老人 去取钱还账 就自己欠了钱 让父母取钱还账 说好取一万 然后就爸 我只要一万 给他妈说 我要一万块钱 然后到了柜台机面前 变贯了 一万不够 加个零 反正零等于没有 我要十万 为啥呢 然后面对儿子的行为 老人的情绪就瞬间失控 当场就崩溃大哭 然后在银行 儿子不仅没有上前 去安慰老母亲 反而还穿算 赶紧取钱 然后据了解 这个老人是一直 哎呦 靠捡垃圾 才存下了十二万 天哪 自己生病 连去医院都舍不得 舍不得用这个钱 后来警察来了 然后呢 警察准备说 你怎么能这样呢 然后妈妈说 他还是个孩子 这个妈妈又去 拦住这个警察说 哎呀 你不要怪他 但是我们看到 很多网友就说 留言说这个孩子 也是被妈灌出来的 可怜之人 不好说 后面那一句了 因为毕竟 你像妈妈捡垃圾 攒下这些钱 你都不给他养老 说实话 你都不静下孝道 你怎么还这样去啃老 说好一万 还是取人家十万 说实话 给自己养老的本都没有了 还有人说 虽然说 这个前面的这个网友留言 显得冷酷了一些 但是他也觉得 有一部分家庭教育 要注意 子女不孝 父母要检讨自己 是怎么来教育孩子的 好 再来一段 同样是老人的那个 好 在一段这个小超市的监控视频 就显示 在河北张家口呢 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 从街上进入超市之后 就流连在雪糕冰柜面前 可能是有点想吃雪糕了 但是呢 在挑完雪糕去结账的时候呢 这位走路已经很盘身的老奶奶 他就发现 自己忘带钱了 那看着老人家 不好意思说 就说想不要雪糕了 他退 他就可以找那个老板退 然后这位就是年轻男老板 就说 没关系啊 就算我请您吃的 就把这个雪糕送给了老人家 但是没想着过了一会儿 有一个来了一个 已经就没有头发的 70多岁的老大爷就到超市 他说我90多岁的妈妈 刚才产雪糕 在你们这出门溜弯 买了个 说来拿雪糕 没带钱 然后说是老板送的 你们做点小本生意不容易 我现在一定要把钱给你 老板说不用不用 算我请老人家 但老大爷一定坚持说 你们做小本生意也不容易 然后就把钱一定就是放在柜台上 然后转身就跑了 所以其实当时看到这个视频 心里挺暖的 有人就把他放到这个网上 是老板自己放到网上的 就很多人都是好人一生平安 这三个人都很可爱 三观都很正 对吧 一个就是愿意 我就给老人请客了 无所谓 然后一个是觉得 你关键90多岁 记性还挺好 我还知道给孩子说 我欠了人家钱了 我才发现过来 70多岁是儿子是吗 对90多岁是妈妈 天哪 我还能给你卸清楚 就是那个拐角的 有点淡淡的胖的 那个小老板 挺好的 我在那拿了雪糕 还知道把钱还在哪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三个人都是非常可爱的人 那既然可爱的人 遇到了也是一种缘分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 送来一首《遇见》 这首歌非常好听 这是我最爱的 这是我孙燕姿的那首歌 我非常喜欢孙燕姿的这首歌 这首歌用钢琴来弹的话 非常好听 对对对 我当初也是 因为我 我还跟你说 我昨天跟你说 我非常喜欢那首歌 毛响倒也是你非常喜欢的 但是咱们今天听个不一样的呗 来一个陕西方言版的遇见 别有一番滋味哦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天天晚晚 穿穿来 未来有一颗人 在楼海 想坐 想游笑 穿开 爱要管几个娃 才管 我遇见 谁会有 怎样的对白 我懂敌人 他在我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 来自一天和人海 我开着盾 拿着日记后晚牌 我望天北 飞过一片四肩海 我每也曾 在内情里受伤害 那梦天路 梦里入口 也曾在 我遇见你 四肩里面的意外 的一 seni 然后 越来越大 你看 老习 不 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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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爱 你 你 你 那要怪几个碗才来 乐凳的人到底在多远离未来 多远离未来 那就欺罕你 我觉得这个歌真的很好听 包括孙燕姿 以后我们找个原版给大家再听听 可能刚才听众朋友在一听 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为什么我还要用它呢 对于那种 我觉得喜欢看美好事物的 那个朋友可以推荐一下 这是之前在喜岸 有一个城门楼子下 有一个抱了一个吉他的 特别漂亮的小妹妹 他在现场唱的 这是他现场录的 我当时因为 其实有很多比他更清晰的版本 但是我太喜欢这个小妹妹了 你知道干净 清透 美丽可爱 然后他抱了个吉他 那个现场的感觉特别好 而且用陕西的方言唱出来 是不是别有反味道 为什么用陕西方言 你知道吗 看过一仆二主吗 张嘉义和严妮 严妮 你个寡怂 是不是那边有这句话 对 他们两个当初一仆二主的主题曲 就是预见 所以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网上去 YouTube上面游 油管上面 你就搜 陕西的预见 不是这是山东话 这是山东话的 变成山东的预见了 其实山东有些话 山西的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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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然后的这个陕西的这个方言版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它也有很多方言版 但你可以输一个叫 崴了脚 就是听他走的 脚一下就崴了 东北 因为姑娘太漂亮了 就是加上人美割量 啥都很 妹的恨 所以可以去到时候听一下 我已经把它给 下载到我的那个手机里了 明天开车的车听一听好爽 好 跟大家分享完了 希望这首歌带来好心情 然后往下接着说 到重庆晚报了 吉林四平 56岁的郑丽师傅 陪82岁的母亲 用擀面杖打球的视频 就火了 然后郑师傅就说 从2000年开始 陪母亲锻炼 20多年了 自创用擀面杖来顶球 视频里 郑师傅就有时候用一个碟子 有时候用一个拍 但是他80多岁老母亲 基本上就用一件短兵器 擀面杖来接儿子 发过来的各种乒乓球 你去看 天哪 擀面杖的接触面很窄的 它不是那么大 打鼓方法 小时候又可能用过 对对对 又遵守了 不仅有攻击力 而且还有威慑力 看来小时候 你揍过你了 关键这个 打孩子首先是不对 我们要嘛 你看天哪 我觉得我们这种 自动balance的体制 求生意识多么的强 对对对 求生意识太强 以后在家里 跟家人说话也是 比如说你听话 小心 打孩子是不对的 然后给孩子也二十 你给你记得怎么样的 我告你家暴 对不起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虚张声势一下 但是这个说到擀面杖 你去看这个视频 是男的到时候也推荐 这个老奶奶好灵活 那么小个接触面 很难接到的 关键短兵器用的 得心应手的 那郑师傅说 他每天都会陪他的妈妈打球 我觉得好幸福 孩子一直在身边 昨儿看电视剧里面 不是有一个 那个爸爸妈妈说 其实孩子有时候太有出息 也不是什么好事 离家远了 是不是 对离家远了 反而见不着 时间更长了 更忙了 互相牵挂 对 然后到了最后 比如说 就父母有时候 到了年老 总是需要你的时候 你又不在身边 所以昨天那句话感慨 我就想到我爸妈 同样对我说句话 孩子太有出息 走得太远了 未必是好事情 对保送生 又太过气 这话自己又蛮有感触的 感触绝对的 就是说将来孩子可能 或许他在家里 可以陪我很长时间 但这也是一种幸福 对对对 所以就是很多事情 可能我们真的要走很久 走很远 回过头去看 我们才会有更多的 感悟和提炼 所以好羡慕 他妈妈陪他打 他说的 为什么要跟他妈这么打呢 因为这样可以锻炼妈妈的眼 手 还有脑子的协调性 他怕他妈妈以后 年纪大了 脑子的功能会退化 所以你看老太太 你去看老奶奶接球 那个手法非常好 非常 关键他坐在沙发上 根本不动 纹丝不动 然后那个就儿子跑 就靠万里 就是我接成 反正我给你接过去就行 关键能不能接得回来 是你的事 就是你见没见过 那个周星驰以前电影里面 就是这么练舞 对对对 就是我可以就一个动作砍 对方要捂出个花来 然后他就觉得 这还是绝世高手 对吧 好关键人家到了 你别说8228都不行 他是用那个擀面杖 前面的肩件 就那一点肩肩来接 对对对 哎呀好 接着来吧 好 上一周卫生一跟大家介绍过 在上海苏州河畔 城后健身大法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沈阳有个公园 他们先是这样的 每天早上一下几十个人 扎堆哈哈大笑 他们叫大笑群成员 没有事尬笑不是很尴尬吗 你可不可以当群主 我就在那去 他统一了 就我的声音可以勾是吗 对对 而且他们笑起来 如果那种故意笑 就很难 就是干笑 没有感情 就是那个 我觉得吼的也吼不阴尼 笑也笑不阴尼 笑的这么久 还是一块腹肌 是的 那你就久久归一 那你就久久归一嘛 没有 我卡在下面一块 什么到最后就是大一桶了 然后呢 这个群主是胡女士 她说笑能够健身 每天系在一起 集中大笑半小时 在快乐中把病治好 把别人会不会吓出病来呢 笑半个小时 这个颅顶鸭也很高吧 那样笑的 真的是会那样的 因为我们俩作为做微生医 这么久下来的人 就特别有感触 因为我们俩经常笑到最后 就缺氧了 对啊 给你讲个笑话 他说他们已经在全国 有14个大笑群了 你是总群主吗 但是医生说 其实对有些心脑血管疾病来说 不要这样 因为万一爆脑血管 对 我给你讲个笑话 那天我们家小朋友在问 我说妈妈 我们家里谁最厉害 就是统关 什么方面最厉害 就是所有的 所有方面那样的 就是妈妈家和爸爸家 所有的人家起来谁最厉害 我说奶奶呀 他说为什么 Doctor Who 因为我婆婆姓胡嘛 又是医生 好老婆 这神秘博士嘛 那电视剧 然后两个小孩开始愣了一下 他说为什么奶奶 这个 我说因为是Doctor Who 然后过了一会儿 两个长颈鹿反应 哈哈大笑 这就是传说中的尬笑吧 这台也真的笑话 多个点鹿 反正也听不懂 但我们家Doctor Who 挺好玩的 非常好玩 就是是一个 我跟你说 你知道四传人形容 这要往下走了 就最后一个 你确定吗 那个是你婆婆 我一直叫她 我叫她胡大姐 胡大姐 胡大姐 天哪 好吧 有时候叫她胡老师 胡老师 他没有 但是他们湖南话 他是在湖北长大 湖南人 所以我叫她胡老师 那他很开心的 然后我就叫她胡姐 然后现在又多了个Doctor Who 然后我们家胡老师 很有意思 他跟我说 以前我有一次问他 我说 哎呀 我说我们四传人 有些四传话很怪的 他说怎么个怪法 我说屁股就是屁股和臀部 为什么叫钩子呢 你知道我们 都跟他父怎么解说吗 普大姐说 这是一个生理的问题 才不会 我们Doctor Who 有意思就有意思 当中不是有条钩吗 分成两半的吗 通过这个钩分成两半 所以叫钩子 哎呦 今天 对 我就是那个理解 就是当中有条钩吗 好了 你跟我们Doctor Who 有一样的体质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当然 并没有聊不雅的 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我只是说 我们家Doctor Who 比较可爱 现在是 我觉得我们家人都没有 不使用 微信挺好的 现在已经马上时间到了 我们就给大家送上 from the heart 也代表我和曲神男的 你确认不要来个什么 from the bottom之类的 哦 不行 哦 不行 from the heart 因为我们带给大家的欢乐 都是发自内心的 嗯 我以为刚刚可以 就那话题叫from the bottom 不可以 那是从底层挣扎上来 可以这么理解 送给大家 祝大家一天 这个心情愉快 我们明天继续在 节目当中 欢乐下去 生男要缺氧了 得照顾一下